這首新歌其實就是brainstorm from Tim Burton 我一直都很喜歡Tim Burton的創造世界 無論他畫的畫作、電影 我都覺得荒誕得來 但他又帶有一些很獨特的魅力 就好像套用到我自己做音樂方面 無論我自己做什麼音樂都好 我堅持做自己的音樂 最後就可以看回頭 你就會建立一條屬於自己的音樂路 做歌的班底 作歌的就有Tima 作詞的就有中雪 跟Tima和中雪這兩個單位合作是很新鮮的 Tima很快就會想到一些很可愛 市面上又不是很常見的一些melody 而中雪就更加是 因為每一個錄音的session之後 我都會說 你看看有什麼要改 他都很願意去改 而歌詞裡面還放了一些Tim Burton電影的元素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電影 也很有畫面 這次這首歌就有很多特別的造型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內心都住了一個很開心的小朋友 而小朋友呢 對於這些玩具 有很多恐龍 拳杖 車 然後 有很多 珠寶 哇 小小時候 我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扮靚 貪玩的一面 這些就代表著在MV裡面的角色 對於他內心的一些慾望 把這些慾望放在身上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慾望 而我的妝容呢 就都挺特別的 那就是沿著一個畫家Painting 那樣 就在我的臉上畫了一些不同的彩繪 比較一些瘋狂一點的角色 在MV場景上面 那個主題我跟導演談完之後 由一個地方去蘇醒 然後再帶大家去參觀 由我這個角色去創造出來的一些地下收藏室 而裡面你看到那些人 那些眼有口鼻是畫在不同地方 其實某程度上他們就等於 我在MV裡面的創造的一些角色 我創造的人 而每一道門通過 其實就好像帶聽眾 去逐步去深入我自己內心的那個收藏世界 那最後我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 其實你無論是 可能你會被世界遺棄 又或者你會被社會遺棄 被人杯葛 每個人都說你怪也好 其實你堅持去做自己 我覺得就會建立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性格 要相信多些自己 我也是一個怪怪的人 因為我喜歡玩 然後 經常的行為都有點怪異 經常都大叫 然後 然後 步走 打牌自摸 我有時候都控制不到 喜歡玩 玩起來就會很瘋 用自己的魅力去感染別人